斷食是一種自然療法 主要的目的是排毒 幫助健康 而減肥只是它的副作用 聽說斷食可以幫助減肥 刺激生長激素分泌 聽說斷食可以減緩老化 延長壽命 聽說斷食可以降低身體發炎 提升免疫力 自白病 聽說斷食可以預防癌症 有助化療 毛澤東說過沒有調查 沒有發炎權 注重調查 反對瞎說 哈囉大家好 我是蓋伊 我常常也認為沒有實踐的發炎呢 說服力是不夠的 我這段時間陸陸續續看了很多斷食的影片 斷食的文章 他不斷的告訴我說斷食有多大的好處 可以極速代謝掉身體的體脂肪 刺激生長激素分泌幫助增肌 甚至還可以降低身體的發炎反應 自白病 哇塞 我吸收到這些知識呢 簡直刷新了我的三冠 那麼我的調查做到了 剩下的就是實踐了 那這次影片呢 記錄了我這五天斷食啊 我的心理以及生理的變化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初次斷食 所以有那麼一點點的興奮 也會有一點點的害怕 人真的可以這麼久不進食 真的不會出事嗎 8月8日下午3點 從昨晚開始到現在已經22小時沒吃任何東西 只喝白開水 那斷食的第一天我的身體數據為 體重72.4公斤 體脂肪8.2% 體脂肪佔身體的5.9公斤 這天的訓練強度和英勇一樣 練了三腳肌 三頭肌 以及跳繩有氧 另外呢我這天心血來潮 還錄了一個單槓的 大家可以到我的IG看看 搭配音樂的視覺畫面 斷食的第一天呢 我從中午開始肚子就一直不停不停的叫 然後呢沒有吃東西啊 我發現 時間變得超多的耶 我突然意識到原來我們每天 都花了那麼多的時間在吃東西上 精神狀態蠻好的 訓練時沒有想像中的特別無力 但也沒有特別有力 第一天呢除了覺得肚子很餓以外 基本上跟平常沒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肚子一直叫 肚子一叫呢我就想要喝水 一喝水呢就會常常想要跑廁所 沒有覺得頭暈 反而覺得有一點點亢奮的感覺 那肚子餓的時候啊 真的會非常想要一直喝水 我光是第一天的白天喔 白天就喝了2500cc的水 現在呢是8月9號的早上9點鐘 我正在去健身房的路上 距離我的斷食時間呢 已經來到了40個小時 我的肚子從早上起 從就一直叫到現在 而且我昨天晚上竟然還夢到我在吃東西 那聽說第二天是最難熬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到底有多難熬 還是要提醒大家呢不當的斷食呢 存在著許多風險也不適用於所有人 所以不建議大家輕易嘗試 像是糖尿病患者代謝疾病 胃部疾病以及高血壓 另外還有像是發育期的青少年 那孕婦 哺乳父母等等的 這一天呢起床在廁所深蹲的時候 量很少偏硬然後顏色偏深 大家一定很好奇斷食第二天有多餓 這個飢餓感有多重 我想很多人應該都有那種肠胃炎的經驗吧 就是那種兩天完全不能吃任何東西 只能喝水 然後晚上半夜的時候肚子非常非常的餓 我覺得那種飢餓感呢 就差不多停在那個階段 我個人是覺得並沒有到非常飢餓到讓你受不了的感覺 但是這個飢餓感呢 它就會一直停留在一個高點 讓你一直覺得很餓 而且你的肚子會一直叫 讓你很難去忽略它 那第二天起床的時候 早上起來頭有點昏昏的 但是出去走得下之後 這股感覺就消退了 今天會練大重量的負重引體 順便來看看在斷食40小時 午餐沒進食後 是否能維持訓練強度 今天負重40公斤引體向上 做了七下五組 完全在進度內 另外也補了腹肌訓練 訓練到力竭的時候呢 是我唯一能忽略飢餓感的短暫片刻 第二天訓練的時候並沒有覺得特別無力 訓練時的精神狀態也還不錯 但是練完後呢 我突然覺得疲倦感無力感有出 那我平常是一個不太睡午覺的人 就算有睡呢 了不起最多人就睡個30分鐘 但是這一天呢 我竟然睡了一個多小時的午覺 那我覺得又餓又累 就連午覺睡醒之後呢 我的那股疲倦感 無力感都遲遲沒有消退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指標就是握力 我那一天呢 從下午開始 我的拳頭感覺就軟軟的 握起來就有點使不上勁的感覺 那握力呢 它是一個很大的指標 大家可以把手拿起來握看看 當你狀態不好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沒有辦法使勁把拳頭握緊 這天下午呢 我的頭開始輕微的疼痛 開始有點暈眩 就有點像暈車的那種感覺 不過呢 初次斷食所產生的頭痛或頭暈啊 似乎是一件常見的事情喔 主要是因為斷食的時候啊 突然少掉鹽份的攝取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 在斷食的時候會覺得 頭有點暈 頭有點痛的話呢 除了多喝水以外呢 可以補充一點點的鹽份 舒緩鞋中的鈉過滴 導致電解質失衡所產生的不適感 斷食48個小時 來到了第二天的晚餐時間 那這個時間點呢 是我最想最想要放棄的時候 我開始想呢 到底為什麼要讓自己這麼痛苦 開始懷疑自己做這件事情的意義 到底在哪裡 人生中呢 少掉了吃這件事情 這個幸福感到底要從哪裡來 聽說第二天是最難熬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 到底有多難熬 到底有多難熬 真的很難熬 但是許多影片跟文章呢 都有表示過 第二天確實是最難熬的 所以只要做好心理準備呢 其實一切都會順利許多 所以呢我們在這邊要再告訴大家一次 斷食48小時 第二天的晚餐時間 會是你最難熬的時候 但是呢 撐過這段時間 你的身體將會有前所未有的變化 早安 現在來到了8月10號的早上 11點鐘 距離我的斷食時間 來到了第66個小時 那今天起床的感覺 比昨天還要好很多 頭比較沒有那麼暈 飢餓感比較沒有那麼強烈 早上起床的時候 也沒有像昨天早上一樣那麼想要的賴床 算一下時間 距離我斷食時間呢 還有 54個小時 才剛過一半而已 總之呢 我現在要去健身房訓練了 我之前呢有做一支瘦身三件事情的影片 提到 戒糖對我來說有多麼的辛苦 但是在斷食的過程中呢 我發現 戒糖根本就是一件 微不足道的事情啊 連吃都沒有辦法吃了 那戒糖又算了要什麼呢 今天做了胸肌以及二頭肌的訓練 第三天我感覺力量稍微掉了一些 主要是覺得耐久度下降 大重量的組數呢有點難以完成 所以後面的訓練組 我只好地減重量增加訓練次數 那無時無刻呢 在訓練的當下都覺得肚子好餓 好想要吃東西 今天斷食第三天已經持續了七十幾個小時了 馬上要來驗一下 然後蓋這杯是什麼 這杯就是我的尿液 來驗一下我的尿液的寒酮 這個不好看的東西我就給大家看 它原本的顏色是長這樣 就是這個淺淺的 完全不寒酮 就是長這個樣子 蠻有趣的 它顏色蠻準的 你看因為我第三天嘛 一二三四五 我會變這麼深 我這顏色是不是跟這比較像 還是其實有點接近紫色 觀眾怎麼看 確實有點像這個右邊第三個 那斷食減脂的原理是這樣 但體內的銅體含量越高的時候呢 你的籃子效率會越快 8月11日早上7點鐘 斷食的時間累積來到了86個小時 昨晚睡得不太好 狂做噩夢 碰到自己明明知道自己在斷食 卻還是到處亂吃 控制不了自己 每天無時無刻都處在一個飢餓狀態 老實說心情沒有太好 但也不會到太糟啦 就是處在一個很平穩的狀態 那今天是我的休息日 不過我還是到了健身房 一方面是我的工作本 還是要到健身房 那既然來了我就順便當作有氧日 今天練練慢跑 進走 腹肌跳伸 難得體內的銅體升到這麼高 攔子效率這麼好 不練一下真的是太可惜了 另一方面呢也來看看 斷食那麼久下來 對於有氧有什麼差別 那今天這樣子練下來呢 覺得斷食四天做有氧訓練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反而覺得身體蠻輕盈的 精神狀態也蠻好的 第四天呢完全沒有上大號 肚子還是一樣無時無刻都非常的餓 那頭痛頭暈的感覺已經消失了 覺得變得很有精神 然後我的握力啊 也在第四天的時候恢復了 那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神奇 人真的可以這麼久不吃東西 然後還可以維持正常的身體機能 甚至還可以像往常一樣正常的訓練 目標 8月12日早上10點鐘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開心 因為呢過了今天下午五點 我就可以開始進食了 這幾天真的是想了很多想要吃的東西 等我斷食結束後呢 我就來一一消滅他們 我常常吃漢堡 還有鴨肉捲餅 燒肉 壽司燒 那這邊呢要提醒大家 你在斷食完之後是不太能大吃大喝的 建議大家先從流脂的食物開始 比如說一大碗的蔬菜湯 就只喝湯就好 蔬菜先不要吃 然後慢慢的第二餐 第三餐之後再加一點 固體的食物開始 最後一天呢訓練當然也 不能馬虎啦 今天練了三角肌以及三頭肌 還有徒手引體 那其實主要只是想要練肩膀跟三頭而已 那引體呢只是想要秀給大家 看一下體脂肪 用5.5%的肺長什麼樣子 沒錯就是5.5%的體脂肪 出現了非常誇張的素質啦 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呢 飲食控制、借躺搭配優藥運動 體脂肪從13%降到8.2% 休息一週後呢 體脂肪回到8.6% 然後斷食短斷的5天 又讓我從8.6%降到5.5% 那老實說我覺得挺不可思議的啦 因為體脂肪下降的速度真的是 一天比一天還要快 那斷食的第二天呢就降了0.4% 第三天又降0.4% 那第四天呢 降了0.9% 第五天呢竟然降了1.4% 減掉了2.3公斤的體脂肪 肌肉量掉了0.5公斤 肌肉量呢 掉的比我預期的還要少喔 但是其實也不會太意外啦 主要是減脂的效率真的是 非常的快喔 我竟然減掉了2.3公斤的體脂肪 大家知道2.3公斤有多重嗎 已經快要跟這個壓力一樣重了 五天耶 五天減掉這麼重的體脂肪 而且我還是原本體脂肪就很低的人喔 如果像是一般人可能 體脂肪18%或是 比較體脂肪多一點的到30%的人呢 來做斷食的話 我覺得 減脂出來的素質應該會非常驚人 不過這五天的運動量呢 也不低啊 盡量就是維持以往的訓練量 如果單純斷食服運動的話 那消耗脂肪的效率呢 肯定是會下降的 最後呢除了大家看得到的體脂層素質以外呢 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斷食的五天呢 身體有什麼比較明顯的變化 那就是皮膚確實有變好喔 我斷食的那五天啊粉刺都不見了 我照鏡的時候啊看到自己的毛細孔竟然變細了 那皮膚摸起來都滑滑的 所以我覺得飲食對於你的毛細孔啊 對你的粉刺的影響真的是蠻大的 另外啊像是我的下眼間這邊啊 有一些比較細微比較小的一些突起物 在斷食五天過後呢 它沒有消失喔 它就是變得比較沒有那麼突出了 那斷食的這五天呢除了肚子真的是餓到很不舒服之外呢 我覺得其他的地方都變得舒服了很多 像是我覺得眼睛的疲勞感回復也變快了 那我的思路呢也變得比較清晰 在斷食第三天結束之後呢 我真的覺得精神真的有變好耶 我在這三天前啊都覺得那些說什麼斷食啊 精神會變好的人是不是惡強呢 因為我真的覺得前三天我是比較疲倦 比較累比較想睡覺 那這三天之後呢精神確實變好了 另外呢在斷食五天結束之後呢 我覺得我的心靈層面確實有得到提升 我的意志力變強了 完全可以控制自己想要吃什麼 而不去碰什麼垃圾食物 大家應該都有說的那種就是 手機用太久變得頓頓卡卡的吧 那斷食玩呢就像把手機重新開機一樣那種 重過新生的感覺 什麼東西都順了 恢復進食之後啊 我喝像是無糖茶啊 茶葉啊花茶什麼 我就覺得哇原來 這是這麼有味道的一個東西耶 然後我喝一口無糖豆漿 我發現哇整個口腔呢充斥著濃郁的豆香 那咬一口蘋果發現哇這根本就是糖果吧 所有的食物呢都變得非常有味道 當你的口味越吃越重 你會越來越變得不容易滿足 你會越吃越香 越喝越甜 但是當你斷食之後呢 你會真正開始品嘗每一口原型食物的美味 斷食的困難度 如果滿分是十分的話 我覺得第一天大概七分 第二天十分 第三天九分 第四天七分 第五天六分 第二天跟第三天是最困難的 會讓人很想要放棄 但是知道這一點後呢 會讓你有心理準備更容易撐下去 拍這支影片呢 並不是要提上大家用斷食的方式來減肥 這支影片呢 是給大家多一個數據做參考 我認為斷食帶給我最大的好處 並不是這誇張的體脂肪數據 因為減得越快 就會腹胖的越快 那前些日子呢 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飲食控制 健康搭配游泳運動 體脂肪從13%降到了8.2% 斷食五天 雖然又讓我降到了5.5% 表面上很漂亮的數字 當然當我回復正常吃後 很快的又會回到8%以上 斷食飲食控制運動呢 都是一個減肥的手段 但是你要想看看哪一年 可以斷食幾次呢 所以最好的方式呢 還是養成一個良好的生活習慣 良好的運動習慣 才是一個減肥瘦身的長久之計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更加的認識斷食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剪開影片下次見 掰掰